公正党副主席蔡天强 昨天下午在党总部外被人围堵攻击 泼水呼巴掌 警方已经逮捕了涉嫌攻击蔡天强的男子 扣押四天住查 学生巴达林在野警区主任聂依扎尼表明 蔡天强昨晚已经到警局录取口供 警方援引刑事法典147骚动条文调查案件 嫌犯会扣押到这个月5号 被视为公正党前书理主席 拿督斯里阿兹敏派系的蔡天强 昨天下午2点15分 在党总部楼下被一群人围堵 在场的人不断地斥责他是叛徒 对他疯狂地泼水丢至水罐 随后直接被人掌乖 场面非常的火爆 蔡天强在保镖的护送下 狼狈地离开现场